杀 不杀 杀 不杀 不杀不杀不杀 杀 不杀 杀 不杀 杀 建帅 天心 是杀呢 建帅 建帅 舅建帅 饶命 小人真的没查出来 你什么都没有查出 你让我怎么饶你 除非 你给我一个不杀你的理由 我 我不能死 至少不能现在死 我还没有找到灭我家门的凶手 我得活下来 我得报仇 杰帅 杰帅 小人 小人不是什么都没有查到 只是小人怕说出来您不信 你不说 怎么知道我是信你还是不信呢 小人 其实查出来凶手是 是 书夫人 天心 书夫人是我父亲的妾室 也算是我的长辈 你这般贸然指责 可是大罪 小人知道 那你可有证据 证据 对了 香囊 我把香囊叫给花神了 我也知道那香囊现在在何处了 该怎么办 杰帅 小人 小人确实没有实证 但 那日过后 书夫人曾问过小人 后脑伤势如何 可可小人从来没有告诉过任何人 小人是因为被敲起后脑昏迷 才掉进水里的 这件事情 就只有孙大利 和幕后指使的人才能知道 除了这个 你还查到什么 杰帅 小人求你 再给小人几天的时间 小人肯定能查到更多的证据 不用了 自从你落水后 你也没有好好休息过 我允许你 休息休息 谢杰帅不杀之恩 证据全部搜齐了 证据全部搜齐了 全都搜齐了 一个也没落下 我根据兄长的推测 将当年董家山庄 人员名册对比了一下 发现有一个人 与书夫人十分吻合 何人 董家山庄有数位当家人 其中一位当家人之女 名叫廖淑仪 与董家山庄庄主之子 董子纯青梅竹马 当年兄长征讨董家山庄 这个廖淑仪跟董子纯皆失踪 所以我才想 这个书夫人 就是当年失踪的廖淑仪 那说明 失踪的董子纯也还活着 很有这个可能 咱们可以审问他 他在府里忍辱负重八年 等待复仇的机会 而且还没有被人发现 想要撬开他的嘴 难 现在我们只能静观其变 看他接下来会有什么行动 兄长 那田太医 他说了一些他知道的事情 但还有所保留 不过倒是可以排除他 参与郡主议案的嫌疑了 令杰帅 叔夫人出府了 不过 不过什么 又回来了 又回来了 看来廖淑仪已经成为董子纯的弃子了 本来我暗中派人跟着廖淑仪想借他手 引出幕后之人 引出幕后之人 但是这幕后之人并不简单 识破了我的计策 杰帅分析的是 据下人回禀 这叔夫人 不 廖淑仪 她出门的时候显得很紧张 回来的时候显得很失落 沈安环 老奴在 立刻派人去封了廖淑仪的洗手院 是 阿正 你即刻去调查廖淑仪出府后的路线 以及他接触了什么人 明白 少主 叔夫人已经被困在祭府 可能是下药一事已经败露了 那是 说明了 有什么事 啊 这有什么事 是 有什么事 有什么事 我说你还没人 到更多人 有什么事 我说你不想去权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如果杰帅真查到淑夫人谋害了郡主 那自然也能查到淑夫人所用的方法和过程 也就是说 建水他知道了 他什么都知道了 天七 你可以有话跟我说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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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 你以为这一切就结束了吗